你们俩刚才不是玩手机的吗 都不熟 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这想不起来了 怎么不认识啊 那女的就是咱们古城电视台 生活频道 叫人做饭那个 我怎么看着眼熟呢 人名人留你们俩微信 你们俩还牛 都跟你似的 见谁加谁微信 合适吗 还真是文化公播音班的啊 喂 这是什么地方啊 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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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就这里 坐下 喂 你拿我来干什么 我又不是你们广播站的 我就在广播站学这么久了 我之前那个学姐 就是在这儿报了播音班 结果被商人频道取决做主持人了呢 好 好 同学们都到齐了 那我们开始上课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郑薇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是上海艺术学院的学生 这个假期将作为实习老师 来给大家带这门 播音基础课程 问我为什么想做主持人 是不是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主持人 我说不是 我小时候的梦想 是想开一家小卖铺 因为这样 我就可以整天守着 冰柜里的雪糕 吃个够了 好 那我们把书 搬到第三页 你这个老师可真帅 生涯挺好天待的 好好上课 拆试型 就知道 möj着 说准备了 好 谢谢 笔记记得很认真 我程度差就钻琴补助 我很好奇 是谁说你程度差的 我自己觉得 我们班不是能唱歌跳舞 就是能琴琴舒坏 再不然就长得很漂亮 我不行 没人规定 主持人一定要有高潮的才能 也没人规定一定要漂亮 我看电视上的主持人 也都不是每隔都经过青城 也有很多长得挺一般的 再说你长得很漂亮 不要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吧 再好的外表 如果没有美好的内在 那都也只是一副公平闹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内心 填充得满满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 刚才我看的笔记里面 好像有一处错误 哪里啊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一句 好 Garcia 对 这一âu 是不是要一句就要一句就要一句 嗯 嗯 然后这块 好 那 好 来来来来 吃饭了 哦 吃到了 妈 我吃不下 成天的不吃饭 倒成仙啊 小小年纪减什么肥啊 没太多好看 站住 去哪儿啊 我这 找夏晴 不是 吃饭 我这 找夏晴 不是 吃饭 到哪儿啊 杀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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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胃疼 疼得厉害 胃疼一家里有药吗 都吃完了 你等着 你干吗去 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 不用了 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咱一家三考 多长时间没这么留完啊 对 上次留完我记得还是 春节这么大的时候 怎么又这么大 您的意思就是我不笑你们 嗯 不过我是有问题 高中毕业就出去了 这一年也没回家过一两次 把孩子扔给你们 你们陪着我长大 我却没有陪着你们变老 变老 我们俩老了 不老 不老 我爸永远不老 那我呢 不老我妈 你太年轻了 一点中文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这老不老 其实心里都明镜似的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也无所谓 老不老的 只要心里高兴 开心就行 是不是 对 人家说啊 这人生就像坐公公骑车 有的人一上车啊 头晕噁心吐 还有的人一上车 就呼呼睡大觉 人有些人就一上车 就往外看风景 看窗外 就看你人生要什么了 是不是 我听一个特逗啊 有一个人 给另外一个人灌鸡汤说 他这人生啊 就像一盘棋 别人愣了半天说 可是我不会下棋 你跟这儿穿过什么呢 你听懂吗 爸 我一句没听懂 他说我妈厉害 以前我怎么都没发现 您还有做诗人的潜质呢 对了 我问你 你这回来了 那春天自个儿 在北京能行吗 她都十八了 你 你给她打个电话 打一个 我们也听听 打开开开 打 这就打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对不起 订阅员的电话 这怎么 你们俩掐起来了 人把我电话挂 真是一顿冤警 你说你这脾气 你这随了你妈呢 什么 怎么了 他小时候那儿不跟你也天天掐吗 分家劲我没人掐 脖子太粗了 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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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掐他 掐他 两个K 管他 两个二 行了 漂亮 没了 没了吗 都该我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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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走 走 走 两四 别再打凳啊 还不能再打凳 还不还不 我拦着车 俩就 那我走 这就有吗 三个七 炸 三个七不能炸 那不叫炸呀 四个才能炸呢 我给你看看什么叫炸 这叫炸 看到没有 四个六 我就不服了 炸了 有 王炸 这跑不了吗 这炸吧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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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行了 这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一个我 我可以吻你了 这可是我的全部家的 我想等我们老了 我就带着你把这些地方 都走一呗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往这边看 懒着 这儿呢 我就在河边这儿呢 这儿啊 别往前走 回头 回头 走开吗 行了 你们现在这跳广场舞 装尾都挺好啊 什么广场舞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山东的 娇州阳哥队 在乔光队拿过冠军呢 好阳哥 对了 钥匙在那儿呢 一会儿我给你拿 彗兰 来呀 来跳舞呀 来了来了 秀秀 你哥们一块儿跳去呗 好男不跟女跳 说什么呢 你看你那么胖 你端了一端了一身体 我不会 走走走走 让我在哪儿了这是啊 小心点 把灵气试试啊 给你拿这个 我不会 我教你 来来来来 拿这儿 你太好了 我教她 来来来 我教她 来 我教她 来 我教她 我教她 慢点 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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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跳 跳 牛 牛是来对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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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牛 牛 牛 llä 来 在家天天给孙子孙女换尿布 天天跑着来跳舞 锻炼身体乐呵着呢 这跟打得鸡血似的 说什么呀 打得 打得羊太素质 多年轻啊 你还别说 我跟他们在一起啊 真的特受感染 启发特别大 你说咱俩以前那么爱玩 可有了春天之后啊 咱俩这几年就没玩过 这么多年啊 还净帮倒门 说得是啊 现在好了 咱俩可以放轻松地 好好乐呵乐呵 咱们开心呀 晴晴她们就放心了 没错 集合了 快来 老弟 快来 集合了 咱俩直接跳去 我还跳 跳走 我再跳给跳楼了 没事 来了老弟 两万年啊 我没事 我没事 别跟着火的摔倒 好好好 好好好 éric悦 真 冷 不 男人 诶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喜欢音乐 那以后很希望跟你聊聊音乐 聊聊偶像 我 我酒吧就在前面 你以后可以来听我唱歌 好 我叫白云杰 我 我叫萧春霓 很高兴认识你 咱们裹充效率可真高啊 我原以为得一上午呢 这盖几个章 好了 那你瞧瞧 你这个咱这儿除了房价不变 样样不落人后 嗯 淳妮还不接电话啊 没事儿 好几天了 那么大个人了 萧春霓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接我电话 我断绝你的经济来源 你信吗 来来来来 就你这么说话 你指望着孩子能接你电话 哎呀 我真急了 我告诉你 你哪回是假急啊 哎 反正咱也不着急回北京 上哪儿玩玩去 哎 都没吃饭呢 吃点东西家 行 咱找一煎饼摊吧 停车 走啊 走啊 走 帆玉 一山进 黄河 入海流 欲求千里目 共胜 易藏狼 奥处本 咱们小时候学过奥处吗 我不学 学了没了 我也不学了 对啊 看这样也不想学过的 报名处啊 记得吗 哎 这个 这儿这儿 我的地方 爷爷 没事儿就被关在里 这个以前这儿 灯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会儿当然不是这样的 舞蹈式 琵琶式 还有人呢 有孩子 上坤头 哎 快跟这儿 南厕所 我去一趟啊 你们先走吧 讨厌 哎 前面只走左转 然后再右转那个地方 还记得吗 前面 左转再右转 什么地儿啊 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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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什么地儿啊 哪 什么地儿啊 波音 我觉得它特别能装啊 是主持人法洛 波音跟做奶奶 两个影像 两个特别 好 这个 和我如果区别 和我与非我的区别 妈呀 波哲学呢 喂 晓晴 来这么早 干什么呢 没 没事 我写完了 我也写完了 我马上 哎 大家听着 我家装了卡拉OK 咱们一会儿去唱歌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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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老抄啊 但不知道这个还是不会的 你这口气啊 可真要我们把你的 你讨厌 我讨厌 对 你怎么打开放呢 干嘛呀 别弄了 别弄了 咱们要不一会儿唱不了了 快点吧 快走吧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要不一会儿唱不了了 你们不耽误 都写你作业吧 就是 不行吧 莫专走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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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写啊 快走吧 站住 去哪儿啊 找肖晴 你怎么天天要去肖晴家啊 那个 贵来这儿的饭好吃 哎呀妈 我去晚了 肖晴又该说我了 我先走了 走走走啦 拜拜 你看看这儿我在她本里发现一个男孩照片 你看看这儿我在她本里发现一个男孩照片 你说这还了得了这 这怎么都这么 哎 肖晴正好 阿姨找你 阿姨 我问问你啊 开放是不是谈恋爱了 当然没有了阿姨 不是 那你看这本啊 这 这怎么有一个男孩照片呢 晴晴你好好看这照片 如果是谁你认识的话 你就赶快告诉阿姨 你别让保齐阿姨着急 阿姨 我真的向您保证 开放绝对没有谈恋爱 不 那这男孩你认识吗 我认识 你告诉他谁啊 哎呀 你说哎 你告诉阿姨 阿姨保证给你保密啊 我不会告诉开放 说是你说的 怎么回事 郑老师在业务去考上海艺术学院 义务给我补课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 你还偷偷地把他的照片贴到本子里啊 我说了 这个本子不是我的 这是在你房间发现的 不是你的谁的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上那老师了 对 我是喜欢郑老师 郑老师鼓励我 教我知识 但是我们光明正大 这个本子不是我的 你们孩子就别回来 这孩子 是 开放 你别哭了 我妈不讲道理 冤枉我 开放 其实 我 我其实 好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我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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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眼 你说怎么办 我把开放害惨了 那你就去找保骑仪解释清楚呗 不行不行 我要是承认了 被我爸知道了 我肯定会被打个半死 那你怎么办 总不能让开放替你背这个黑锅吧 你先帮我保密 让我先想想 这有什么好想的 你千万不能说 那你想往后 记得开网术啊 对啊 他妈这个领导 撞完她的简直都擦了 对对对 妈 就要公道干什么 干什么 我是在保护你 你猜多大啊你 小心被那个老师给骗了啊 是 我是喜欢郑老师 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喜欢 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想抱抱我 你待会儿当完实习成绩 您知道吗 你放学不回家 坐在这儿干什么 董晓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先回家吧 我找翘翘有事情 这个红色笔记本是你的吧 别不承认了 我妈分不出来我们的字 我是不会被骗的 开放 对不起 我怕我承认了 我爸要我好看 凭什么你还怕 就让我来背这个黑锅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想过阵子跟你道歉的 是你告诉他的 不是我 包容妍妍 你也知道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却联合起来骗我 开放 放开我 别跟着我 开放 这件事是你不对 包容妍妍 你不想信用 如果开放这次不原谅我 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理你 关我什么事啊 真的要去北京啊 他爸已经托朋友 在那边找了事干了 妍妍季组的学校都联系好了 你说 咱们在一块住了那么长时间 这说走就要走 你身体也不太好 到了那边多注意点 我也舍不得你们呀 反正就是没法子呀 开放 怎么了这是 开放 这怎么哭了呢啊 怎么回事孩子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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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不知道 爸 妈 北京要去你们去 我才不去呢 你这 人家都巴不得的去大城市了 你你还不乐意了你 爸现在都不在厂子里干了 不去北京不行 爸 这事不能用你的性子 就这么定了 给警方你们赶紧回去 收拾一下东西 咱们准备准备这个出发 好吧 去去去去去去 这小子 干嘛啊你 干嘛 学习不怎么样 郑田奴这些乱挺霸道的事 哭 还哭 还哭 还有脸哭 我的脸座里丢光了 你还哭 小子时候哪敢 一直坐在这儿 早上校长给轰走了 哎呦喂 你说要不回到这儿来 好多事就真的得忘了嘛 一坐在这儿我就全想不见了 你们俩小时候天天欺负我 我凭着老当冤的头呢 你就这命 小时候的事 都怪我 不不不不不 不是 成这么烂骨头的事呢 小孩都是闹着玩的 可不因为我 咱们也不可能 那么长时间都没联系 不不不不不 怪妍妍 怪妍妍 是她去北京的 啊 又怪我啊 对啊 是我 后来我也走了 考上了航空学校 哎 秀琴 嗯 你说你考航空学校 做空姐 是不是算是完成了你的梦想 我小时候的梦想 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离开我爸 走得越远越好 自己租房子 自己过 从这个角度 我也算是实现梦想了吧 你呢 我啊 我的梦想真的是当主持人 可是后来 毕业了 进了电视台才发现 哪需要那么多啊 我就做了实习记者 然后做了出境记者 慢慢往上走 那路特别长 特别累 后来我都忘了 原来我想做主持人 我 你呢 我 嗯 梦想 对了 她的梦想我知道 她就是想赚钱 从小就耗钱 没事了就卖个什么雨伞呢 这儿来哪儿 所以后来做了金牌销售 也赚了很多钱 可是现在呢 待业中年 对 太棒了 你其实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主持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嘴真的很毒 可惜你没有当成主持人 你什么意思啊 很疑惑 你说不够我 你就还损我是吧 我不是没有梦想 我从小到大 最大的梦想就是挣钱 我也实现了 我挣了钱了 可是挣了钱以后发现 看我 梦想梦呢 是 是 郑老师 后来你遇上了吗 真没有 我进校的时候 她毕业了 错过了 嗯 缘分没到 所以说啊 我刚刚在想啊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能 回到过去就好了 每天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 永远也不用长大 我怎么觉得 你这是犯肘呢 前两天我在手机里 看到一段话 觉得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大概意思就是 到我们这个年龄 应该对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很清楚 如果 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不妨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重新出发 这哥他身上不合适 是说我呢 你知道吗 他这不是重新出发 回不回来的事 压根就没停下来 我可不想回去 回去干吗呀 我家你们俩中间 俩八道女王 折磨我一个人 万一再为了谁 大吵一架 又不联系了 欧阳妍妍都过去了 能不提了吗以后 会不会聊天啊 你真是很烦人啊 是吗 欧阳妍妍这张脸 绝对是有一个功效 就是你 甭管多生气 多不高兴 看你这张脸 这张糙脸 又一下子好 天生美貌 必有用 你知道萧晴 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谁也没工 当然了 何况现在又没钱 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回到过去吗 又是哪处啊 你说 要是回到过去 我妈一定逼着我娶你 你问袁磊同不同意 你来啊 真当我没求生意呢 这有个什么可笑的 我把你的笑语 不是一直都这么低吗 我特别怪 还不行 对对对对 我特别怪 我的笑点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我特别怪 我的笑点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了 真有学到 我们幼不幼稚啊 这些大玩儿是不是 你 九层没修片 把他剪片了 把他剪片了 哎呀小时候就这么玩长大 不能续上吗 对对不起啊 我那 你 没事 你看吧 你血压那么高 能喝酒吗 我自从回来 还没沾过酒呢 少喝点 没事 尝尝菜吧 尝尝菜吧 真没想到啊 这么多年了 你还会做中餐 其实我做菜 比你妈做得好 可你还是喜欢 吃你妈做的菜 我说咸 你说下饭 你爱过他吗 我对不起他 你走的时候 就撂下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 他等了一辈子 你现在就说个对不起 是 是 是 那也得说对不起啊 当年我大学刚毕业 把我分外地去了 我就特别不想去 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 晃晃当当晃了好多年 后来有个朋友说 出国能挣钱 我就一门心思想出国 后来还是你妈 跟家里边要的钱 要不我 我连机票都买不起 那为什么不回来呢 想得太容易了 到那儿也挺不好过 找工作挺难的 后来签证就过期了 到时候大海工 害怕把我给抓了送回来 现在说了你也不信了 其实我没有一天不想回来 我就总想我刚走的时候 那年你才十三 那年我十三 那年我十三 你说你会回来 他信了 我也信了 不 deviation 有些喜爱的 Edward 倉 向前 这可能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知道 这些年我写的这么多信 根本寄不出去 但我还是写了 习惯了 就像这些司机 从结婚那年开始 你就每年送我一条行 你出国后 我就再也没收到了 可我还是习惯性地留着他们 我总想着 下一年 或许你就回来了 这司机 就又可以添薪的了 现在我再也等不到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个错误 可是无论如何 区区也不该是那个承受后果的人 我们都对不起这个孩子 从你走后 他不屑任何人提起你 他如此地畏惧婚姻 完全封闭了内心 可只有我知道 他比谁都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每天都在盼望着 他每天都在盼望着 能有个人保护我们母子 我却希望他能成为自己梦想中的那个英雄 如果有一天你能回来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 错的不是婚姻 错的是我们 我妈说对 瓜子也吃原味了 还是老五家的 就是 还是他们家的好哈 好 等一下 一客人在这儿 充电一直联系不上 手机还关机了 没电了吧 他充电宝从来都不离手的 你赶紧你别磕了 走走走 周阿姨再见 我们先走了啊 那路上小心啊 别着急 原来也联系不上 肯定是在拍戏呢 你呀 别老没事吓唬自己 春宁本来就很独立 这孩子没事 你放心吧 可是他毕竟还不到二十岁 三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之前以为他跟我怄气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真出事了 你这样 你把春宁的地址给我 我给我爸 把我去让他去看看 好 我收到了 喂 爸 呃 我把春宁的地址发给您 您去看看他吧 您快点啊 消息很着急 打车去啊 我说开快点 没法再快点 快快怼上了 别急了 你给伯伯也发个消息 你让他去春宁唱歌那酒吧 也去看一下您 好 开快点 要不然赶不上 你这 不是 文蕾 喂 老公 我联系不上陈宁了 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 我急死了 不能吧 刚才跟我通过电话呢 怎么了 有点说什么 喂 到底怎么了 喂 怎么了 开放姐 你找我什么事 春宁 你怎么回事啊 你干吗不接你妈电话呀 你知不知道她急死了 不是姐 你听着什么 行了 知道她没事就好啊 你这是干吗呀 你怎么的了这是 她把我屏蔽了 孩子嘛 她没数 你跟她置气 置成这样 你别再背过去 你赶紧跟 你爸说一声 你别让她去了 别折腾老头了 她把我屏蔽了 别着急 别生气了 别把自己气一阵 都把自己气一阵